我以为Branney转牌会走 然后我也没想到Branney合牌还会思考 然后Branney还能跟着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我去 先别看牌了 看看Branney手上这个鸽子蛋 我的天哪 这不能叫鸽子蛋了吧 都快赶上鸡蛋大了吧 离谱啊 来看牌 Dylan 装位 A钩方片加住1200 将口为Branney AK黑桃做了300 几次 只发一次 Branney上来就要拿到一个double了吗 Dylan最近怎么没刮胡子 有没有朋友们啊 深挖一下啊 Branney家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很好奇啊 拉拉队 就是你想要拉拉队是吧 咱这没有拉拉队啊 皇家童花顺听牌倒是有一队啊 一张K 这样的话 Dylan做成了顺子 离童花顺就差那么一点点 好 A狗赢了 A狗赢了 AK被发死了 Branney 接着来往下看 Branney拿到一手K10黑桃 刚补了2万又推了 起手筹码短 大家打得也都比较嗨 零姐十钩草花 这牌在考虑接吗 你得想好啊 身后可还有一个先手加住4000的小马哥在虎视眈眈呢 你可以不担心他威胁到你的筹码 但是你多个对手 这就更难了 零姐推出来 马哥怎么说 I think Mariano probably just has a fold now 好 跟了 我喜欢三加欧印 Mariano calls three way all in 全勾十勾 零姐被压制 被Branney和马哥双重压制 目前Branney排力是领先的 勾牌全还可以开谁能赢 翻牌 这是马哥的童花听牌面吧 Britney still ahead K嗨 还真是让他笑到了最后 来 继续往下看 Zio卡到位A圈杂色加住1000 Dillon口袋期做了300 今天这桌子开局这一个多小时啊 几乎来说全部都是欧印呢 我随便选了几手给大家看一看吧 大部分都还比较正常 好 Dillon口袋期接下了Zio投印 也是因为在玩鱿鱼游戏啊 大家抢的呢都比较凶 这个7万的底持能被谁收入囊中呢 翻牌 K96对于Zio好像没什么帮助啊 Ace或者勾 刚好卡到顺子 运气可以的 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零人姐 K9杂色加住到2000 Britney拿到一对酒 300直接做到1万 这就结束了 可惜了 戴维老板今天不在啊 K9 哇 戴维老板要是拿到K9啊 这手牌 Britney可能就要收到一个double了 咱们接着看 Dillon拿到一对圈 专卫先手加住啊 被皮特用一手A7推了过来 皮特打的还是松啊 拿着A7去合圈圈跑还是挺难的 A7打1万7 啊 有规律的呀 A7两对啊 这Dillon一下又悬了 转牌 转牌没有比10大的 Dillon应该是就没了 草花也没用啊 合牌 Dillon开局一个小时左右啊 输光了三次 直接回家了 对呦 他好像还走不了啊 游游戏没打完啊 他没鱼啊 继续来往下看 今天晚上David老板没在啊 好多手牌都打不起来啊 观赏性也下降了 翻牌三四五 马拉诺拿到一条天顺 皮特拿到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翻前是谁的加住来着 底持4000多 马哥打 打的话这一枪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1500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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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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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这翻牌来一枪 鬼知道转牌还会不会再来一枪啊 马哥反手一个跟住 这个跟住来的有点快了 转牌一张圈 皮特下注也很随意啊 随随便便就丢了 好 三万 底持才2万2啊 这是皮特 应该叫什么 孤注一掷 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是吧 拼了 马哥不怪你这毛病 直接喊出low in 击碎了皮特的所有梦想 5万多 要不要拼一把 5万多 底持14万 值得一拼吗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合牌 继续往下看 皮特装位 三七方片加住4000 马哥 大忙为圈九杂色 跟住单挑 翻牌给到一个 给到小马哥一个卡顺听牌 皮特又是没牌 进攻 哎呀 有抽必报啊 刚才在小马哥身上吃亏了 皮特要找回场子了 先来看看对手有没有K 打了半尺 马哥秒扣 转牌 皮特带过了吧 转排好像是张钩吧 小马哥顺子拿到了 过牌 等着皮特来表演 合牌再打吧 转牌稍微控一下吃吧 不然转牌这一枪 如果打出来没用 合牌怎么办呢 放弃吗 转牌皮特继续打 一万三 还在发力 皮特是真傻也没有啊 抢弄之末 马哥继续演一张K就好 继续跟住 现在就看合牌了 如果马哥合牌 再过牌 再给皮特放机会的话 皮特没有摊牌价值 他可能还得打 这一手牌 皮特可是真撞枪口上了 打了四万五 这四万五肯定是没了 马哥最差应该是个跟住吧 他得想一下翻前 皮特是什么动作了 皮特如果是A圈 翻前不会这么平静 马哥直接喊出楼印 希望对手可以用石钩两对 来抓自己 又是拿死 差一点 来看这手牌 Ryan Fulman A圈杂色 加住一千二 小马哥口袋五跟住 Branny圈八杂色跟下来 翻牌零人解合 Branny中八 两人牌是一样的 Branny直接先打 一点都不给Ryan面子 Branny中八打了三千 好 零人解也跟了 小马哥要不要去拼一拼运气 其实可能会担心一下 七八这种组合 盖掉也没问题 转牌一张老K 翻牌的下注被两个人给尻了 转牌 Branny只能过了 Ryan站出来想偷这个底池 顶着七的压力硬上 一万四的坡 Ryan打了八千 现在零人解难受了 他也得担心啊 自己万一选择跟这八千啊 再被Branny给ray回来 他还是要盖掉 零人解得走 我还以为Branny会盖牌啊 很难得 他这是不相信Ryan说的话了 这会是个charecrow吗 Ryan合牌应该还会再打的 眼张七就眼到底嘛 对吧 对面如果有七 对面肯定合牌夹住了 没七 没七Ryan就知道自己有机会 打多少 打满池吗 我以为Branny转牌会走 然后我也没想到 Branny合牌还会思考 然后Branny还能跟住 哇 这 很罕见的 Branny抓投机啊 这个得夸一句了吧 这确实打的好啊 好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吧 两对啊 怎么能复得掉 刚刚刚刚才看了 Cあ 这是被验 茵蒙 我会在过去 到met 它 看起来 朕西 888 Magick 她很高興 她很高興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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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七 八 我贏了 我贏了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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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one time and that is Britney 23 HDL appearances and a force on this show